在这个春色艺人万物复苏的五月 健康大调查也来到了户外 而且要给健康家族的成员 盘盘猫和笔丹分配一项双地的任务 那究竟是什么呢 啊 是市场调整最好的野菜 我的是去野外亲自动手挖野菜 没错 今天的任务就是找野菜 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 盘盘猫和饼干要分别在公园和菜市场寻找野菜 谁找的种类多 谁就获胜 你好了吗 Ready 走 遇到我算你死定了 让我挖野菜 这不是难为人吗 吃野菜我还行 挖野菜 我也不知道这满地的野菜 哪一种能吃 哪一种不能吃啊 这儿还有一个呢 挖了这么老多了 但是吧 我也不知道哪些能吃不能吃 这吃坏了可怎么办呀 哎 我碰见行家了 我问问这个阿姨吧 阿姨 你也在挖野菜呢 我也是挖野菜来的 但是吧 我挖了好多 我看着像 我也不知道哪些能吃不能吃 您帮我看看 这个苦麻 这是洗了蘸酱吃的 这叫苦麻是吗 对 好嘞 那这个呢 这能吃吗 这能吃吗 这能吃 又太好了 这都挖两种了 我看这像浑像 这也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啊 撇了吗 您看我这还一个开小黄花的这能吃吗 我听说这能吃 哎 不用 你看我问这个是挺文猜 您吃得了吗 吃不了 吃不了我帮您吃点吧 哎呀 太好了 潘潘猫 你也太贪心了吧 不过收获可不小啊 今天真是出门遇贵人呐 我的任务估计能完成了 那么在菜市场奋战的笔竿 一切还顺利吗 老板 你好 你们家有野菜卖吗 有 这些都是 那这个什么菜啊 这个是仙的那个板栏根 仙的板栏根 那这个板栏根怎么卖呢 板栏根二十 多少 这个板栏根要二十块人民币 这个是什么呢 号头 那我看它比它小那么多 应该这个很便宜吧 跟那个一样二十 这个那么小也要卖二十 天哪 想不到小小的野菜比肉还贵 还真是不便宜呢 哇 没有想到今天走那么多的店 在一家店里面终于找到那么多的野菜 但是你们究竟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它们有那么多营养价值吗 它们到底怎么吃呢 它们的猫和饼干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那它们究竟找到了什么野菜 这些野菜真的对身体大有必疑吗 到底是谁获胜了呢 还要请现场的专家来裁决了 话说潘泡猫跟这个饼干啊 出去啊 你们都属于不劳而获的那种 是啊 潘泡猫 你纯属奖来的 不管怎么样 我还拿个篮子真的去挖了 只不过可能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挖野菜的生活经验 这样吧 看看每一个人的盘子里面呢 都充满了野菜 那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们都挖到了什么野菜 跟买到了什么野菜好吗 哎呀 有点难为人了 我刚认识这个 婆婆丁也叫那个蒲公英 蒲公英 这个应该是那种小野蒜吧 小野蒜 这个你太难得了 你知道吗 在城市里面很少有挖到这种小蒜的 因为其中我刚挖完之后 它还挺鲜亮的 现在就是有点蔫了 看着不漂亮了 然后这个吧 我觉得像季菜 但是我又说不好 它不是 不是蒂菜 蒂菜的那个前头叶子也前头是圆的 那这能吃什么老师 这个好像不能吃 不能吃 放在这里 这个是一亩草 也很难得挖到它了 一亩草好像很多女性都喜欢用这类药 很喜欢它 刚才我问老师 老师说煮水河对女孩子身体很好的 对 是上面那个花儿叶子 这个我特喜欢 凡是蒂丁类的 我都喜欢 刚才我们说的蒲公英叫黄花蒂丁 它叫紫花蒂丁 这个紫花蒂丁也是清热解毒特别好 然后我们就是采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凉拌 搁点蒜泥 就花叶都能吃吗 花叶都能吃 因为它一般长出来就已经有花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鸡边的小野花都可以吃啊 是吗 这边的你花不少时间